而中国北京冬奥顺利落幕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不只是口头祝贺习近平成功举办 更誓言要加强两国合作来阻挠美国 更在冬奥期间给足了面子 一枚飞弹都没有试射 但有分析师就预估了 北韩三四月活动满党 恐怕已经叙事待发 网路上狡猾习真的是满天飞 最新受害者竟然是英国女王 美国八卦媒体22号是抛出了震撼弹 自称引述王室成员的说法 爆料英国女王伊丽莎百二世 已经故事震撼网路 不过英国议员立刻反驳说 这根本就是假消息 全球大搜密弹看到 您能想象不用搭乘火箭就能升上太空吗 因为最近外媒就报道了 太空电梯不再是梦想 而且一旦打造成功之后 这个太空电梯将可以最高时速 200公里的速度来运行 只要8天的时间就可以抵达国际太空站 以上本周的360大世界 感谢您的加入 我们再会